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拿了三十万 我妈给我出了三十万 现在就是房子买好了 装修的钱还在她那 那你现在问了她 为什么要带钱走吗 我问了她说装修就怕我留在这儿跟我听我妈的话 装成我妈的那个样子 我俩不喜欢 就为这个呀 我妈现在本来就不同意 现在她是根本就不同意我俩结这个婚了 刚才她还跟我打了一架 你妈来了 我妈来了 那这样好吧 我听你妈说好吧 把第二现场打开 贵姓啊 你妈妈 姓刘 刘女士吗 嗨 你好主持人 我是小白的妈妈 我今天来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这个婚 我坚决不让她结了 第二件就今生那小拿我们家那三十万 赶紧给我拿回来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你 你这还要一点也不听话 就给你养大了 你说你啊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说 别说了 你提的要求是 就她提的要求 我不是没说你啊你啊 大姐 你说一下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也没什么要求 你说现在来说装修的钱和那个婚房 我们当时商量各家出一半 她拿三十万 我拿三十万 这个我也同意了 但是到财里钱嘛 你说拿五十万 你说五十万算多吗 我根本我就觉得不多 你五十万准备怎么做啊 怎么用啊 你说他俩结婚啊 生小孩啊什么的 我该能贴 你说有什么我还能帮着 还有什么要求吗 还有什么要求吗 那你说那些 新首饰啊 什么钻戒啊 怎么贴在一颗拉以上吧 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吗 是唯一的条件吗 你说要还是不要 我感觉就是说 我就是没看好他 你是因为没有看好他 所以才出的这些条件 还是看好了你要这些条件 但是这个条件你要达到的话 没看好他 你才要这些条件 我就没看好这条件 他就是因为这条件不好 本身就是两个地方的人 就是他俩站在一起 你怎么看怎么不得劲 你说我们大连人个都高 你说还有三块豆腐高 你说怎么看怎么不像 三块豆腐高 结果我跟他站在一块 我感觉差不多 还不如你呢 你还真的真的很好 还有什么别的管队的 哎呀 这抠我 你都不知道 他第一次上我们家来啊 拿了四个苹果两个香蕉的 那为什么叫他来得急啊 我等着想 你说谁见丈母娘啊 你说不带点什么 差不多点东西啊 这个婚姻我就是看不好 你说将来 两地的风俗 奇怪什么的 他家还告诉我说什么 啊 今天走休息是晚上办 不是白天办 对 杭州都是这样的 杭州全是晚上办 那晚上办 在我们大连呢就是二婚 干嘛呀 没结婚就二婚 那装修这事儿是有分歧是吧 对 他俩要整个花了胡哨的那些东西 我根本就看不上 我要求就是很 肯定走五点一点的 那你说这结了婚了 啊 过两年看不好了 完了再重新装 完了再拿出三十万装吧 反正你不住 你干嘛要装成你的那种风格 那你说我有些东西我不替他把关 那我当妈的 你说我能不管吗 那您今天来说准备把他扯回去了是吧 我今天我就不同意 再一个今生 你赶紧把那三十万给我拿回来 那嫌疑已经不见被他带走了是吧 被他带走了 要不我们过年就装修了 他就跑了 完了前两天还发了个朋友圈 什么 绷着一个女的 你看我就来信了 我把他身份证压在我这儿 所以说我今天就在陪着他来 那你稍微歇会儿啊 你再看看啊 我跟你女儿再聊会儿 好吧 据你心里面对这个男人的了解 你觉得他这次不自而别 他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答应不了我妈的条件 本身条件就不是很好吧 你现在开始这个条件 他就是不想让我解这个混 我看他这个男朋友跟他 跟他妈之间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化解 你看第一次去见他妈妈 四个苹果两个香蕉 那是去看丈母娘吗 那简直就是去动物园看猴好吗 而且他是一点都不上心 他妈妈生气是应该的 其实咱们两个还没到逃婚论家 咱俩不是说肯定成了 你好不好坏 你看好呢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心了 不是那我 我是娶你 我娶你女儿 还是我娶您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你身上 第一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母亲 特别看重第一次见面 对方拿出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吗 第二 你男朋友的朋友圈里有女孩的这件事情 我可以想象男朋友是在跟你的母亲对你 有点稚气 对吧 你要这个我票这个 甚至于拿走你三十万就是为了气你母亲呢 这要说没事谁信啊 十有八九是回浙江 人家找着一个什么样女孩 不但不要一分钱彩礼 人家还一大笔赔价 这样的话那不就真幸福了吗 我觉得这男孩根本不会回来的 那三十万啊 他就是直接拿着那边结婚去了 有图也未必是真相 朋友有的时候这样的亲密动作也可能是有的 这是一对快要结婚的人 而且丈母娘还整天挑刺 她还在这没事找事 这不成心就不想结了吗 一定是 我就想斩钉截铁分 可是你想如果分的话直接说分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故意又没说分 还要晒出这样那个不清不楚的这么一张照片 明明那就是气 气人 气他未来的丈母娘 从这个结婚的诚意上来说 我认为双方都是有成 但是关键是现在两方因为沟通的威力在斗气 我感觉好像这整个事就是你的 未婚夫跟你 妈妈之间那场战争 你好像置身其外一样 但是我也愁 我现在你要结婚了 你结婚券你发完了 说我这些朋友看 你说都刚要结婚了 然后你发一张这个这个照片 你知道那你还结不结呢 你看我帮帮你的我就不结了 我就走 真的啊 真的 对你说的啊 我说的 回你几个问题 如果今天男朋友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把这三十万拿回来 不是他找不着了 你报警吗 为什么不报呢 我觉得他不能骗我 如果他要是今天来了说 我真的有别的女生 照片里那个女生 我真的跟他在一起 你怎么办 我钱要回来 我走我跟我妈走 那如果他说 我真没这么多钱 你妈提那条件我答应不起 我结不起这个婚 我娶不起你 所以我才走的 接下来你怎么做 如果真回来了 给我个态度 告诉简单点 婚礼还是结 那你妈也不愿意啊 那怎么办呢 我肯定我想办法 我走啊 自己走上别的地方 我也跟他走 你私奔的 私奔 你说你要是真的私奔了 那你跟这个男生 今天的行为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们现在发现了吧 他们的想法 要么就是逃避 不面对 跑 是吧 要么就是跟你对着来 就没有一点智慧 就没有一点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别人的感受 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无数 5 4 3 2 1 请按键 1 2 1 2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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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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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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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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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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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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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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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不穿高跟鞋也比他高 不是高不高的 你看他这心眼那心机 你说这这回忆这小 这人品有问题 我错了 对不起阿姨 一声对不起就好了 你要突然说说 你说你说 能拿得起观 对得起观众吗你 不能 不能接 真的不能接 你们高跟鞋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气死我了 简直是的 现在这还要 阿姨 我这次回家 我不是为了逃避 我回家 我都把事跟我爸妈讲了 他们也知道 我跟小白结婚的事 我不想让我爸妈承担的太多 回家他们也 一直在为我筹钱 为了我跟小白这事 他们把家里的房子 都拿去贷款了 我不想 不想给他们这么多压力 我想自己一个人扛着 跟小白结婚 你怎么这个事 你说你了 妈 你求你了 我跟小白的房子 也买在大连 以后就跟小白在大连生活 你坐下来跟我们讲一讲也行啊 你说也不能说 你说我说五十万 五十万八万八 你说你这逗我玩呢 四十一万二拿去了 当时我是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我给你的钱都是我自己赚的 阿姨别说了 也不行 真的 阿姨对不起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好 我跟小白也都在大连生活 你还没结婚呢 你就这个样 没结婚就这个样 以后还不知道闹出什么幺蛾子 咱家全都看到你们俩了 就那么一个姑娘 不会啦 只是我家亲戚 我只是想要小白担心一下 然后她回来找我 你看你这心眼 你说你啊 你还能整出什么来 想气死我们是不是 我们这个年都怎么过的 你说我这个年 这年都过不好了 你说啊 我求你了 别说了 不是求你了 你别说就那么一丝不一 你长大眼睛大眼睛 你看得下 你真不能这么用意下 不是我说 我还想家的 我就不会来这 我真要我大事 都要不要死这个人 我叫你们俩瞅死我了 大姐你能来现场吗 好 我现在就去 哇 好高啊 好高啊 来来来 准备好啊 不准把我的话筒 再哭湿了 我们掌声有请妈妈 大家好 你这个心眼坚决不能接着 我真的真的不信得 这地方好 好 那一回家我也都跟我爸妈说了 我从来从小到大 没有给爸妈这么大的压力过 我现在能拿出的 只有25万里金 这25万里金 你先拿着 您再给我几年时间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 一定把你剩下的25万给你补上 气死我了 我看什么 好 来来来 一站中间 一站中间 站好啊 你没有想到 结果会这样是吧 反正我是觉得 这钱要是拿出来 倒是挺风光的 但风光背后 生活品质的下降 你也是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把这个人 逼到一定份上的时候 确实挺凄惨 所以说 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到头来 他们俩结了婚 你还是个仇人 而且我告诉你 但凡是像女婿 所记赵母娘的仇 这种当初的这种 看不上和嫌弃 会记一辈子 因为男人有的时候 这是男人心里最深的痛 我当初我们俩在的时候 你妈妈这么看不上 所以我对你所说的是 以后再也不要说 我瞧不上 我看不上 这是对于男人 最大一种侮辱 那今天之后 那怎么装修呢 这事还没解决呢 怎么装 对 小白喜欢的装 那那个呢 中式风格的呢 如果阿姨喜欢 那我可以给他们 加装成那样子的 你还管他们加装修 那阿姨喜欢 好吧 接下来你们有事自己商量 我们外人站到一边 来站到你的位置 今天本来是你来告白的 来妈妈站那 我不管你们谁跟谁说 你们自己三个人之间 把这事说白了 好吧 接下来是小白和小盛的告白时间 小白 其实 这件事是我的不对 但是 我也是 没有办法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在这里 到大家的面 向你道歉 对不起 阿姨 对不起 如果 当时真的按照阿姨的要求 去办这个婚礼 我真的是 就等于说是 情家荡产了 我不想你跟我过那样的日子 每天一睁眼就想着 我们还欠别人多少钱 我们还得还别人多久 每天你跟着我为钱 发愁 为钱奔波 我不想你跟着我过那样的苦日子 你知道吗 小白 我希望结婚之后 你还是像之前那样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 我们在此的两年时间 我们从来没有为了钱发过仇 我只是想现在想把这个婚礼办得简单一点 剩下的钱我们可以留着以后用 总不能为了结这次婚 我们得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吧 小白你相信我 结了婚之后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让你开心幸福的 我会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更加努力奋斗 相信我 我会为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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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